看看新闻榜 一起来关注 昨日大型国际音乐文化交流节目 《声动亚洲》 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发布会 在继宣布谭永林 黄书俊 孙楠 高晓松四大评委的强大阵容后 实力歌手李克勤 张宇 当天也正式宣布加盟《声动亚洲》 至此《声动亚洲》音乐评论员的强劲阵容 刊为同类节目的执扭而者 此次《声动亚洲》的评委挑选 都是两岸三地的实力唱将 而更有意思的巧合是 六位评委都已经成功升级 当上了爸爸 采访中问及鲜少出现在评委席上的李克勤 是否应看重酬劳 才担任该节目的评委时 李克勤诚恳表态算是一箭双雕 赚奶粉钱 老实地说 拿多少钱 当爸爸妈妈现在 还是要努力去赚奶粉钱 所以还好 还可以的 我觉得这个钱还不是最重要的 反而就是整个节目好不好看 然后水平怎么样 我们有没有过来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金明两晚《声动亚洲》将播出 六十进三十二的最后两场比赛 届时中国区三十二强将全部诞生 节目好不好看 评委有没有用 观众可以用遥控器来决定 而在高手环四的卫视选秀集中 这绝对是一场硬仗 央视和湖南卫视 在这个暑假演旗西谷 却催生了迎品选秀的 新战国时代 7月13日晚 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 安徽卫视势不可挡 青海卫视花儿朵朵 云南卫视完美声音 狭路相逢 开启了空前混乱的选秀大战 完美声音全国总决赛 这里是为全民开放的梦想舞台 这里是才艺与激情碰撞的奇妙之旅 这一轮能够晋级的人士 而在此前后 还有东方卫视声动亚洲 山东卫视天籁之声 深圳卫视的Sing of青唱团 广西卫视一生所爱 大地飞歌等节目环四四周 据统计 今年暑期档 全国卫视共有十档音乐类 选秀节目同台竞技 而在广电总局限于令的背景下 集体回归音乐本质 成为最大竞争力 30秒的歌声 决定你是否有资格 站上中央舞台 一分钟的舞台表现 用你的魅力打动我 全国的很远选秀节目 今年还是把它定位 是一个草根类的选秀 我们是把它定位 为是一个专业级的选秀 也就是说 参加我们这次比赛的 这些选手 并不是完完全全 彻彻底底的素人 他们都有参加过 全国各种类型的歌唱比赛 和各大电视台的 选秀比赛的这样一个经验 其中有很多的选手 都是各大选秀比赛的 一个冠军亚军 和季军类的一些 非常优秀的一些选手 还有是一些 唱片公司和经纪公司 现在所力推的一些 非常有希望的一些 已经出过单篇的 一些清秀的歌手 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因此他们无论 从他们的演唱 到他们的台风 到他们的包装 都比一般的草根的选手 在整个电视影响展现方面 也就更加有它的魅力 因此我们也比较希望 能够打造一个专业级的 同时也非常洋气的 符合我们这个城市 这样一种国际定位的 这样一个歌唱类的选秀节目 阳气国际化有多重要 看看较边远地区 卫视的节目就知道了 国内音乐选秀节目 东强西弱 真是不争的事实 花儿朵朵出自遥远的青海 去年的前三甲不告诉你 你还以为是路人甲乙饼 这样脱不掉土味的选秀 很难在全国范围内火爆 有好的品项 好声音 还不能缺的就是好故事 在最近一期 中国好声音的现场 几位选手的经历 惹得评委频频掉泪 大大增加了节目的可看性 我是想唱歌给刘欢老师听 因为我爸爸特别喜欢你 目前今天没来吗 爸爸三个月前 生病去世了 我说我不哭 可是我不能提 因为这事就像昨天一样 我还没缓过今儿 对不起 好险刘欢老师 众望所归 虽然几位选手的身材背景 也频繁地引发质疑 不过讲故事 仍旧是眼下选秀节目的 必备流程 由此在严谨的专业性 和煽情的故事性之间 取得不让观众反感的平衡 就是节目制作团队的事了 在一个电视节目当中 如果要跟广大的 普通的电视观众 进行互动的话 还必须有这样一种 跟观众之间的这种 互相情感的 这样一种粘连的这种关系 因此呢 我觉得在一个赛事的比赛当中 我们适度地去 反映一些选手的个性 讲一些选手 跟他的自身的音乐的梦想 相关的一些故事呢 我觉得还是必要的 但是呢 我们不要去烂情 犯情 在我们深度亚之后的 这个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会去反映一些选手的 他们的一些成长的经历 特别是去反映他们 在出道以后 甚至小有名气以后 但是他们在 攀上更高舞台的 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也会有很多的一些 失败的经历 有他们在失败当中 不断地奋起的 这样一种光荣的 这种音乐的梦想的 这种经历 那这种东西呢 我觉得是跟 我们所要做的这个主题 是相切的 你以前参加过比赛吗 参加过金钟奖 去那样的 方便告诉我名字 女子组冠军 我每天在那边练 为什么说我们的风格 不是你的风格呢 我不会放弃 近年来 不少选秀节目 俨然成为作秀舞台 已经难寻音乐本身的影子 而今年的选秀节目 都标榜寻找好声音 回归用耳朵听的 纯粹音乐本质 另外一方面 节目也纷纷出奇招 融入梦想 自然 环保 甚至工艺等元素 不再一味地追求造星 有著名传媒人评论说 从电视节目的运作规律来看 是十年一个周期 观众的审美 也要经过 从疲劳到回归的过程 中国选秀节目 马上要迈入十年 今年正是国内音乐选秀节目的一次集体反思和创新的好事情